它就是最新的iPhone 14 Plus啦 其实现在我已经用了一个礼拜了 今天就来讲一讲 4699的iPhone 14 Plus 是不是一款值得入手的手机呢 没有记错的话 14,14 Pro和14 Pro Max 是在9月尾同时间一起开卖的 唯独14 Plus是个移辜 不是 是最后一个抵达战场的14系列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记起了14的全系列啦 现在可以开始 招呼神内了 我拿到的是紫色 我拿来对比一下iPhone 14 Pro的暗紫色 感觉就是天云之别 一个文艺小清新 一个少年老臣 再对比一下iPhone 14的紫色 嘿 What's up brother 我们的特别适合女生 iPhone 14 Plus 这场看是很浅很浅的纸 对着太阳照下去 我差点以为我买到了白色 至于使用感染上面 老实讲 我一开始看发布会的时候 我就心想 Chill 嘛不是一个放大版的14 还要买到我贵几百块 但是当我一拿上手的时候 我就感觉 翻筛了 这个感觉很熟 全相信 就是当时候我第一次摸到 iPhone 6加上那种手感 虽然屏幕很大 重量有203g 但是因为整体大 它的重量分不了 所以完全不会中手感刚刚好 甚至说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轻 帮我大大个打在我的后面 轻 Pen拿到的第一个反应 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不要管它 随性能凝不凝啦 但是如果从screen的话啦 如果你是用过Android的话 你一定是想讲 超过200g都叫轻 for iPhone 优色的话 是真的是叫轻 尤其是用过Pro 跟Pro Max的人 你会突然觉得 你拿在手上那个位置 不用顶到这样辛苦了哦 你太高了 屏幕方面 14plus跟14都是一样 只有60Hz的刷新率 那没有高刷 会不会影响整体滑动起来 会不顺呢 其实我自己用Pro也几年了啦 从Pro 或者Pro Max的高刷 到14plus的60Hz 差别是有的 你会感觉 诶 怎么好像卡卡那样 但是后面你用个一两天 你就可以适应了 毕竟RSD确实是做的挺好一下的 那随便方面 iPhone 14跟14plus 是用着一样的 A15 Bionic 满血版 但是plus屏幕更大嘛 所以看东西就会更爽 之余 还有电池更大了 4325mAh 是跟Pro Max一样的电量大小啊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你是喜欢Pro Max 够那一天的话 这样子你用4699 买一台14plus 你就可以拥有 Pro Max的续航能力了 这边呢 我自己做了一下 一天内的续航报告 3个小时新度使用剩下68% 5个小时中度使用 比如同学让影片听个开 好几个App拍照 剩下28% 比iPhone 14多少差不多20% 除了电池跟屏幕 其余地方全部都跟这个iPhone 14 是一毛毛一样样的 比如说相机就用了更大的感光元件 像素尺寸还有光圈 虽然是跟之前43 Pro的像足一样 但是感觉14的优化会好一点 白天晚上拍照都比较优秀 接下来对比一下13 Pro和14 Pro的夜拍 你们猜猜看哪一个才是14 Plus拍的 给你们删了 删! 不要讲你们 我本人拍的我自己过后都分不出来 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毕竟都是出自于Apple的手 色调阴影的什么都是一样 是很正常啦 但是新看还是有点不同的我 比如说iPhone 14 Pro的LED制光晕 就是比较集中啦 颜色处理也是14 Pro比较鲜艳一点 这张14 Plus的14 Pro已经相当接近了啦 唯独13 Pro的天空已经开始泛白了 广角部分差别不大 果然还是出自于Apple的手 即便色调都很同 长焦就比较惨啦 毕竟14 Plus就只有一倍变焦 比起13 Pro和14 Pro的三倍光学变焦 自然是没有得比的啦 zoom in 去录灯你就很明显 你看到14 Plus的已经蒙蒙底了 另外14全系列都有运动防抖模式 拍视频的时候你按一下跑步的logo 你就算手拿着跑出来效果还是很稳的 对比上一代13 Pro没有运动模式 肯定出差很远啦 那如果你不开运动模式 普通录像的话 你对比13 Pro和14 Pro 感觉14 Pro的算法会更强多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是热场拍拍照也不是什么专业摄影的话 基本上你看不出什么不同 甚至说它跟这个14 Pro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不够budget去买Pro或者Pro Max的话 你们真的是可以放心去入这个14 Plus了 当然如果你们要Dynamic Island 给人家知道你买了新鸡的话 买块是没有啦 OK 影片的最后来讲一讲 什么人应该买iPhone14 Plus 他值不值得买 先讲一下价钱呢 iPhone14 4199买到 14 Plus 4699买到 14 Pro 5299买到 14 Pro Max 5799买到 很明显budget少过5000块 你根本不用看Pro或者是Pro Max的 而且我这边列出来价钱是128GB的 我还没有刷512或者是1TB的 最后要8000块哦 所以我们out了 So剩下的是14跟14 Plus 但是如果你要大屏的话 14也可以out 那对比上一代的13 Pro 官网是买不到了的啦 Apple已经为了让路给14 直接下架13全系列了 所以如果你在Machine啊 Switch啊这种地方买的话 13 Pro 4599 个人建议如果我手上剩下13 Pro 跟14 Plus的话 我会更加倾向于14 Plus 因为13 Pro和14 Plus 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三颗的Zoom-in镜头 比起Zoom-in哦 我觉得一个大屏手机 带给我的屏幕体验啊 电池续航都会更有感觉 更明显一点 另外这个6.7寸虽然是 紫色很格哦 但是你选别的颜色 它其实很适合男生 不? 男生手大嘛 6.7寸卧下去会更加顺手一点 好啦 最后我还买了一个它的 Casing 这个是紫色的 MagSafe Silicon Case 219块 没有记错的话 官网是有很多颜色 但是我特地选了 同色系 让感觉这个套的紫会更深一点 在套上这个是我之前买 刚好 我也是买了一个紫色的 这个MagSafe的 Leader Wallet 买的时候就讲说 就是以外的一个紫色的 那时候我都不懂会出紫色 我只是想要紫色的漂亮 就 绝配 OK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